高低地步可以做非常精準的定位跟控制 接下來大家過來看這邊我們的實車 高速公路速度快 所以我們要看得比較遠 400公尺 500公尺 所以我們用的光達雷達相機 來處理各種狀況 另外我們是第一個 跟高速公路基本的一個 一般的Sensor你看到300公尺了不起 可是我們在澳洲是在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上面去坐 它整個路上有600多台相機 它可以把所有的路況 即時的回報在我們自駕車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有公里級的一個感知 來處理各種狀況 那另外各位看一下這個 因為澳洲是右駕 那我們是左駕 我講的是我們的自駕車 不管左駕右駕都沒問題都可以開 另外的是剛有同仁跟我講說 欸爸爸我們的車子好像比隔壁的車子強 各位我們是沒有把握櫃放在後面 我們拉的是一個40尺的握櫃 在澳洲的高速公路上面高速分子完成自駕 我們打造第一個純國廠化 而且是國際規範的車用作業系統 所以這個國際車用系統 我們台灣應該是唯一 而且也是獨一的 自己完全國廠化的車用作業系統 那我們現在運用的情境 就包含了巴士 然後它可以運用在電子控制器 它可以坐在充電系統上 它其實是可以已經被廣泛的 被我們客戶來使用 那包含了我們的幾個重要的客戶 包含了乘運汽車、總輪汽車 他們其實都在使用你的空間 那其實這個會接下來會變到 我們會使用到國外的更多的情境 它會讓不只是國內的電動巴士 現在在國際的上面 不管是在高爾富球車 或者是在一個輕人的載具 它其實都可以使用 中國列車 中文字幕上臨時 為大堡 而是用三者的水分 大堡 那是用三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